大家好 我是陈岳 我们说美国民主危机 除了川普总统这个不靠谱的领导人之外 美国的政党政治的无底线恶斗呢 是另外一个被吐槽的重点 在美国的政治结构中 这个两党轮替相互制衡 当然是原本的设计 但是现如今呢 的确已经演变成了党同法裔 两党恶斗 国会呢 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下的各种利益团体 包括军火啊制药 这个枪支能源 不同利益团体的交易的一个场所 华尔街资本集团的渗透 进入到了政党媒体 还有娱乐等各个领域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呢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卓治亚州的两席 这个参议院 这个参议院议员的一场选举呢 由于关乎决定 国会中两党力量 谁能够主宰 主宰未来的重要的位置 所以也就引发了全球的瞩目 美国东部时间的周三呢 美国民主党人拿下了 佐治亚州的两个参议院的席位 那么这就意味着呢 民主党赢得了参议院的 100个席位中的50个 那么再加上当选副总统哈里斯 作为参议院主席的一票呢 那么民主党相当于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 根据美联社的这个宣布呢 来自马丁路德金教堂的这个金信会牧师沃诺克 击败了共和党现任议员这个诺夫勒 那么成为传统升红州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参议员 现年33岁的纪录片的制作人 这个奥索夫呢 则战胜了对手共和党现任的参议员百度 那么成为参议院最年轻的议员 这两人呢 也都是佐治亚州自2005年以来首批民主党的参议院 并且将于未来几周宣宣宣就职 在去年11月3日的总统大选中呢 民主党人这个民主党参选人呢 拜登呢 以微弱的优势战胜特朗普 赢得了佐治亚州的这个总统的大选的选票 目前呢 民主党以微弱的优势掌握着众议院 那现在呢 又拿下了参议院 也就意味着民主党将同时获得对国会两党的 这个两院的这个控制权 那么为总统当选人拜登的提名官员 以及未来推出的各种重要的立法铺平的道路 那么这也是民主党人10年以来呢 首次同时掌控国会两党 这无疑呢 也是对特朗普的一个重大的打击 那么他将因此成为美国自1932年以来 首位在第一个任期内 同时输掉白宫和国会两院的总统 那么议员竞选期间呢 特朗普曾经为两名共和党候选人举行集会 但却在集会上不断的声称 他在去年11月大选中的失利 是大规模的选举舞弊所导致 还屡次攻击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的官员 那么竞选前最后几天还曝光一段 前面我们谈到了这个对吧 一个通话记录 那么这个通话记录就是特朗普呢 去要求他的州务卿去给特朗普搞一万多张选票 从而帮助特朗普来推翻大选的这个选举 共和党人佐治亚州的高级选举官员呢 这个斯特林在接受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呢 如果民主党获胜 那么这是特朗普以及他在自11月3日以来的所作所为 所导致的 目前呢 两位参议员都下访特朗普拒绝承认失败 也就意味着呢 美国的现在美国政治都 他的所谓的民主走到了 谁选输了 谁都不认 对吧 那所以说呢 我说这个两党的恶斗呢 这个特朗普当他希望能够代表共和党成为共和党的共主 对吧 但是呢 当然这一次这个国会闹了一通 然后死了几位川粉 那现在特朗普在美国国内呢 可以说是众叛清理 那么未来呢 川普主义呢 很可能是被川普自己呢 给活生生的给灭掉了 但是我们就 川普失败了 他不承认选举结果 然后呢去搞事情 那么这一次呢 他两党之间的这个议员选举 两党 他们在据说在这个 投入了这个数亿美元的广告费 在一个州呀 投入了好几亿美元的广告费 这个是重金在玩两党政治 但是呢 这两位失败的这个落选的参议员呢 他也拒绝承认失败 说呢 自己最终会获胜 而且还跟川普呢一样 说要坚持继续战斗 明明已经选举结束了 已经说你这个没选上了 但是还要继续战斗 他们就谈到呢 我们将拥有通往胜利的道路 我们将继续的前进啊 等等吧 那么这些呢 都是对他们支持者进行砍化 希望呢 即便落选 他们还能够巩固 他们的支持者 那么在特朗普的支持者 攻占国会的时候呢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刚刚的这个消息就指出呢 美国两党也在国会联席会议中 发生了对峙 那么共和党人摩根 格里菲 菲斯呢 这个反驳了民主党人选举上的 撒谎的指责啊 却被反抢滚出去啊 我看美国的现在的这个议会呢 越来越像台湾啊 看这个台湾的立法院啊 可能呢 经常要打一打 那么CBS说呢 现场一度处于肢体冲突的边缘 那么报道称呢 民主党的这个议员 兰姆在国会 称共和党人在选举上面撒谎 那么之后呢 共和党人这个 格里菲斯要求把这句话 从会议记录中删掉 此时现场却想起了滚出去的呼声 接着现场出现了短暂的对峙 报道称呢 当时共和党人哈里斯 和民主党人奥尔雷德呢 险些发生肢体冲突 美国两党政治的争端呢 不仅在美国国内的议题上呢 是相互的拉扯 那么在国际 重大的这个议题的政策上呢 彼此之间也是南辕北辙 让国际社会难以应对 到底美国要往哪里走 比如关乎人类应对 极端气候挑战的巴黎协定 那么这个协定所设定的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宏大目标和愿景 有利于推动各国集体努力 去拯救地球 免于气候变暖这样的一个灾难 并且希望呢 能够成功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20多年的进程 跨入一个转折点 那么中国和美国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两国同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 率先垂范设定节能减排指标和时间表 带动其他成员调整立场 积极参与 对吧 本来呢 应该是要去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呢 其中呢 美国承诺在2020年之后呢 将减排的速度提高一倍 2025年的温室排放 较2005年 整体下降26%至28% 然而呢 特朗普退出多个 这个多边治理机制 全面推翻民主党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和能源政策 那么无视碳排放的严重后果 而且变本加厉的支持传统能源能源的开采 出口和消费 拒绝节能减排 开发新的能源和清洁能源 并停止这个援助发展中国家 改造能源结构 甚至呢 彻底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作为当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副总统 拜登十分认同奥巴马能源革命和气候应对的主张 那么此次参与总统竞选之后呢 拜登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巴黎协定的精神的这样一个施政纲领 并且提出高达2万亿美元 十倍于奥巴马初次竞选时承诺力度的减排预算 支持大规模的使用电动车 建立高效能源体系 那么降低消费者的成本 以及呢拉动大规模投资创造就业 助推经济回暖等等 那么尽管巴黎协定的其他签署国 绝大多数的立场依然坚定 但是没有美国这个头号 世界经济体和消耗能源的大国的参与和配合呢 那么这份对人类前途和命运关系 重大的行动纲领呢 似乎会大打折扣 那么甚至呢 有可能会中途而废 因此呢 美国两党的这个能源政策呢 就变得非常关键 大家因为他们的政策是南辕北辙呀 对不对 那么等拜登当选前顺利的入主白宫之后呢 巴黎协定将会重获新生 但是问题就是 美国是两党政治 而且他们撕裂的非常厉害 四年之后呢 川普主义将再次入主白宫 那么即便呢 可能已经换人了 不是川普了 但是那个时候 国际社会是否要再一次面对 另外一个退出 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美国领导人呢 对吧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了 那么美国的两党政治 它是大方向上面变来变去呢 那么影响所及 已经远远不只是 美国国内的这个国内政治的本身了 国际社会都在美国的反复摇摆当中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对于以上的话 这些话题呢 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怎么看的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